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计程车 亮着空车的灯 我就在招手 我看到旁边 车子外边站着一个人 他说 我就点点头 他就过来 在过来的时候 他做了两个动作 一个是把背着手的烟 就一下子丢了 然后吐一口饭 把车子开过来 我告诉他完了以后 我说我要到哪里 到哪里 到哪里 怎么走 说完了以后 心里他一直不舒服 总在想我要怎么办呢 他这两件事情都不是现代人应该犯的错误 你吸烟是你的自由 我不管 我劝你吸烟是为了你的健康 但是你把烟就那么一丢 这是一个错误的 第二个 你吐一口饭 怎么办 想想想想 好 说 说着说着 到了 比如说 该一百三十块钱 我给了他一百五十块钱 我说不要找 但是我可以跟你说一句话 我说刚刚我叫你的时候 你做了两件事情 不是现代人来做的 而且也让我们自己 台湾也觉得往后退 那是当年 我们从前年轻时候做的事 我说第一个 你吸烟 你丢下来 你丢在什么地方 你丢在地上 好 你丢在地上 最少你要把它采息了吧 我说第二 你就随时地吐了一口饭 在地上 我说这都是不对的一件事 今天的台湾不是这样 我说我很多年都没见过这样的举动 你今天这样子 我说我告诉你 养成好习惯 吐坛是你的事 吸烟是你的事 找地方怎么样的妥善的 把这件事就做好 其实今天来说 我觉得我生活的环境中间 大家都有功德性 可是有的时候往往自己为了图方便 一看左右没人 赶快走了 就在这时候 哗 一步 这个摩托车过来了 就躺在那儿了 就让人觉得 哎呀 真的 你为什么不走人行道呢 你如果这时候被撞着了 两个人都有力 两个人都没力 你弄得最后很尴尬 所以我觉得 人的功德心呢 会影响到这个社会的品质 也会让人家怎么看我们的台湾 上帝赐福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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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